小胡的店开在杭州前堂区泽雅路上 主要做数码产品已经开了三年 因为做学生生意嘛 生意还不错 但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 就是遇到支付宝 把我的这个付款收款提现的功能 全部都是限制了 能正常收款 就是能收不能出 三月十五号 小胡收到一份账户处罚通知 原因是账户涉嫌交易违规 限制大额转账及提现三年 他说这之后小额交易还能进行 三月十八号又收到一份账户安全通知 说账户涉嫌交易违规 以限制账户付款和提现功能 十四天后恢复 记者用小胡的手机扫码支付一块钱 失败了 提示账户支付功能已关闭 他把余额宝里的钱提现一块钱到银行卡 也失败了 提示账户存在风险 暂停余额宝转出功能 小胡展示了芝麻信用 芝麻分713 信用极好 他说平时会用花呗消费 每月使用的金额也就一一两百块钱 就是花呗也没有余期 借呗也没有给我开通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接到一些花呗套现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有些客户可能 自己有花呗嘛 我是商家嘛 他可能会使用花呗里面的钱 去来我的店铺消费嘛 那这个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 查询小胡的支付宝账单 3月份支出24万多 收入6万多 2月份支出16万多 收入7万多 1月份支出15万多 收入5万多 再看2021年7月份到12月份的账单 总支出102万多 收入77万多 你想我们卖手机的一台新机 你可能就将近要1万块钱了 那我就算一个月我卖30台 那这里的流水就要30万了 支出大于收入 支付宝上面都是支出大于收入的 有些人他是会通过银行卡的形式 小胡解释 自己进货和日常消费都用支付宝支出 而很多消费者买东西付款 并没有用支付宝支付 所以就出现了支付宝支出 远远大于收入的情况 现在无法正常使用 严重影响到了生意和日常消费 可您看到的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它只限制了一个账户的大额 资金转出的期限三年 然后呢就是18号有一个限制了 支付的14年 然后因为这个是系统判定的 我们这边是无法进行一个核实 也无法告诉您具体的原因先生 然后我后面去了蚂蚁金服的总部 我大概等了三个多小时 最后面等来一句话 就跟客服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说您的账户存在风险交易 然后我问他是哪一笔交易 具体上哪一笔 我才能跟你解释对不对 他也没说是哪一笔 我就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会封了我的支付宝 如果查明不是我个人的责任 希望尽快给我的支付宝解封 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蚂蚁金服 公关部对方表示正在核查 108黄金眼记者报道 早日用有力讯判 我的并非我云正经的 也不如《警察报道》 并非我凝和我 它就拿出簽着